在全球的铁路网络中 铁路轨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承载着列车沿着既定路线行驶 为旅客和货物提供了便捷的运输方式 尽管大多数铁路都让人能够舒适地欣赏窗外的景色 但并非所有铁路都是如此 有些铁路设计独特 穿越奇特的地理环境 让旅途充满了神奇与惊喜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 世界上那些最奇特的铁路轨道 看看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铁路 他们是如何在各种地理环境下应对挑战 给人们带来独特的旅程体验的 在开始之前 记得要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哦 第五位 密歇根南部铁路 这条货运铁路从印第安纳州的伍德伯恩 到达俄亥俄州的拿破仑 全长93.34公里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竟然不是平平整整地铺在地上的 当你看见这条铁轨的时候 它可能会颠覆你对铁路的想象 可别看它弯弯曲曲 破破烂烂的 列车竟然还能在上面拉着货跑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你知道吗 这条铁路几乎整整40年 没有进行任何维护工作 所以 轨道的状态简直糟糕透顶 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差的铁路之一 希望早些有人给它整整容 焕发新生 别再成为怪异铁路之王了 第四位 皮拉图斯铁路 这条铁路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铁路 它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陡峭的山地铁路 也被誉为火车版的过山车 皮拉图斯铁路全长仅为4.27公里 但起点与终点的落差高达1629米 也就是说铁路每前进一米 海拔大约就要升高半米 所以 这也导致它在一些地方的坡度达到了48度 开过车的人应该知道48度的坡是什么概念吧 火车自然是爬不上48度的陡坡的 因为那么高的斜度会导致轮子与轨道无法捏合 降低列车的推进力和制动力 所以当时的设计师将两条垂直的尺条放在两轨间 并让轮尺朝向不同的方向 将嵌齿轮安装在列车下的垂直轴 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 虽然这个火车看起来很危险 但实际上已经安全运行了100多年了 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这都要归功于它的驰轨式设计和三重刹车装置 怎么样 你想去体验一下这样刺激的火车吗 第三位 布鲁西奥螺旋铁路桥 这座铁路桥位于瑞士的格劳宾登州 它可是个了不起的建筑 就像是建筑界的甩手奇迹 首先 布鲁西奥螺旋铁路桥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梁 它是个天才的设计 这座桥建在了瑞士的布鲁西奥山区 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一只壮观的蜗牛壳 是的 你没听错 它的结构灵感居然来自蜗牛 这座桥的设计师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为了让铁路线在有限的空间内拥有更多的高度 他们灵机移动地设计了一个螺旋形的桥梁 这个设计就像是一个天才版的旋转楼梯 只不过是用来让火车通过的 想象一下 火车蜿蜒的爬升 仿佛在绕着蜗牛壳一样 沿着螺旋桥梁向上攀登 这种设计不仅惊艳了世界 更重要的是 它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空间 让火车能够在这个山区顺利通行 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个巧妙的构思以及建造 至今已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如今 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的贸易 还带动了旅游业 使之成为观光景点之一 第二位 美宫铁路 这条铁路简直就是个奇迹 看过它之后 感觉就像是在看一出火车版的变形迹 美宫铁路从黄湾岸开头 一直延伸到夜宫府的美宫 全长66.9公里 这铁路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 它会穿过一个菜市场 是的 你没听错 它直接闯进了菜市场 火车会慢慢地穿越美宫菜市场 这菜市场的宽度不到两米 而这条铁路可是使用了 只有一千毫米的窄轨 想象一下 在火车来临之前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买卖的人群 拥挤得像是演唱会现场一样 当火车即将经过的时候 菜市场的小摊贩们就会赶紧收起摊位 站在铁路两旁目送它过去 这就像是在跟火车玩游戏一样 它们站在列车两侧 与列车擦肩而过 简直就是刺激程度百分百的绝妙表演 不过呢 别太兴奋 这火车可不是整天都经过哦 每天只有四趟 时间还会因季节变化而有所调整 所以 要想近距离观赏 这唯一一个火车穿越的市集 可得好好查查火车时刻表 总之 这美宫铁路简直就是火车版的刺激游戏 慢慢来 刺激一点都不差 如果你想亲眼看看这出绝妙的表演 可得纠准时间 别错过这场火车版的大冒险 第一位 南德文郡铁路 这条铁路位于英格兰德文郡的南海岸 连接着道立石华伦和道立石之间的沿海铁路 别看它只有6.4公里长 它可是有着最恐怖列车称号的哦 因为它沿着英吉利海峡建造 车窗外就是壮丽的海景 但是乘客就得小心了 一旦风浪大起来 你若不小心忘记关窗 那可就会变成落汤机 全身都湿透 这条铁路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 而且曾经的铁路离海岸边有点距离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海平面上升 海岸线逐渐被推高 现在看着车窗外 都是陡峭的悬崖景象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地方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景点 想要体验冲浪列车的独特体验 就得来这里感受一下 虽然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 但对于第一次见到这场面的游客来说 简直就是又壮观又吓人 当然 这里也有点险啊 曾经发生过海浪侵蚀土地 导致铁轨下的土地崩塌 留下了几个大洞 有关当局 为此花费了整整八千万英镑 把墙面都增高了2.5米 做了全面的修复工程 总之 南德文郡铁路就是个刺激的极限之旅 如果你敢来 那就一定得做好准备迎接海风海浪 好了 今天的搞个talk榜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